他曾經有一段時間 網路投票說 一個問號賢 張飛在天上 嚇我一跳 後來看內容說 說張飛在天上 他說沒有啦 記者後面才寫說 報導裡面才寫說 張飛機在天上 在開飛機在天上 那段時間很多藝人 不敢先離開我們 大家就很敏感啦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 特別來當他的這個 一方面要證明一下 不是我要證明跟大家講 我還活著 我是活著的 而且是真的喔 國際巨星需要有國際巨星 來站台 所以我們特地邀請到國際巨星 來為沈文誠站台 讓我們歡迎 想你的 掌聲鼓勵 想你的 掌聲鼓勵 驚訝 驚訝 歡迎來到台灣 很高興認識你 大家好 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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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女士 我的朋友 每個人來一定要 帶來一首歡迎 來 掌聲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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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第一項 是聖文村 等到我二十歲的時候 我就要嫁給沈文村 耶 爸爸爸爸我看著你嗎 不要讓他回去結婚 因為他是個有錢人 因為他是個有錢人 等到他死了以後 張飛第二次 就會變成繼承人 嗚 大家 他其實非常可愛 靈魂很不安定 他曾經有一段時間 網路投票說 對 一個問號間 張飛在天上 哎呦喂 嚇我一跳 他後來看內容說 沈文村說的 哦 說張飛在天上 他說 沒有啦 在飛飛機 那個記者後面才寫說 報導裡面才寫說 張飛機 在飛飛在天上 在開飛機 在天上開飛機 那段時間很多藝人 不管可以離開我們 大家就很敏感 是吧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 特別來當他的 這個 一方面要證明一下 不是我要證明 跟大家講 我還要磨著 我是磨著的 磨著 而且是真的 對 我是來證明說 你看 我每天 經常在電視上看到我 真的都是有人走的 好幾次都是這樣 所以今天我很感謝 沈文村 我也真的很感謝 我來沾一點喜氣 應該要 我好久沒有這樣 這麼開心的 真的 這樣公開了 對不對 不過你放心 沒有 我還是會去 你知道大家跟爸爸 我上次跟他見面的時候 是在 你看多少年了 欸 我們都還在 對不對 唉唷 對 像會有想要請菲哥 講一下嗎 當然 為什麼不然 我不是 的問題 對 我今天來已經 我還要再去一次 喔 不行 所以菲哥不會去嗎 喔 不是 不是 這個 他們有老闆嗎 大家可以慢慢地談嘛 哈哈 我說覺得 就今天看到他 我是覺得 是該見個面的 哎呀 這個喔 這個 你知道我 知道他 他要來 喔 我看到 是製作單位 對 問我說 你最想看到的人 是誰 他特別來 我說 菲哥 然後他說 神哥 那我們去努力 這樣子 他都努力 然後 後來 又是半夜三點 接到他的LINE 你們都去找我說 啊 我是 我路上 你很忙啊 你也不太 出來這樣曝光 那我就說 他問我說 你要我做什麼 我說 只要 幫我 鼓勵我幾句話 給我一個擁抱 擁抱一下 這樣我就 哇 感覺他說 要擁抱一下 意思是說 我要出現了 就對了 他就說 好 喔 那時候好開心喔 跑到樓下 那個 我的小葬頭 跪在那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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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